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孤子豪对战文敏中在8月11号进行的一场往期赛 孤子豪直白,文敏中直黑,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白棋小飞挂,黑棋拖先,大飞手脚 白棋并没有选择飞压,而是逼住 在这个局部,黑棋要想出头的话,可以选择靠压出头 白棋再一贴,黑棋上方靠压,白棋往脚上一长,然后黑棋一段,也可以局部安定 始战黑棋小肩,然后白棋贴住,黑棋上方飞压 这个棋形,白棋也可以选择跳出,黑棋肩顶,白棋二路斑 然后黑棋可以连回,局部将会形成一个结针 但是开局无竭,白棋只能选择沾上 黑棋继续扳头,白棋从二路渡过 实战白棋脱脚,然后黑棋二路斑,白棋沾上,黑棋连回 白棋二路斑 黑棋要是补断的话,肯定是虎一个要比单瞻好 因为单瞻的话,对于白棋旁边两颗子,根据地没有太大的影响 实战黑棋虎一个,然后白棋先手打吃,再跳出 黑棋二肩低夹,白棋现在这两颗子肯定要逃跑 如果想要下得紧凑一些,白棋可以选择跳出 黑棋跟着贴,白棋再一跳 但是这样一个定型,让黑棋连长两下都是先手 白棋还要继续补断 黑棋上方再压,再压一手 然后白棋往中央一贴,黑棋拆 这样的定型,黑棋左侧这个棋形很厚 而且黑棋左上角这一块,也不用担心 又可以出头,二路也可以连回 实战白棋小飞,然后黑棋大飞 顺势逼住白棋下方三颗子 白棋二路贴下去,阻度 但是在这个局部,AI的一选是让白棋在二路小肩 因为小肩明显比直接贴下去 对于黑棋下方这个大飞,影响更大 因为有了二路小肩之后 白棋比方说打入,包括这手碰都变得成立 而且非常严厉 所以说黑棋肯定要在局部补一手 白棋再往上方一并,这个是棋形 黑棋飞过来,白棋就跟黑棋对跑 黑棋一般,白棋跨完之后再一夹,也可以出头 实战白棋贴下去,然后黑棋小飞出头 白棋下方一跳,这手棋是瞄着黑棋大飞的缺陷 所以说黑棋小肩补一个 白棋再往下一飞 现在白棋要是在上方并一个补棋的话 左边这块棋就有些危险了 被黑棋拐完之后再一并 本身白棋这个棋形就非常难受 白棋顶住不断 黑棋再往中央一跳 白棋跟着跳 黑棋再往下方一跳 这样的话白棋上下两块棋都没有安定 白棋非常危险 实战白棋往下一飞 然后黑棋靠出 当然AI觉得黑棋不用着急靠出 可以先在上方 先手便宜 然后再一倒 白棋点刺 黑棋一压 白棋连回 黑棋再靠出也不迟 实战黑棋靠出 然后白棋一扳 黑棋往下一长 白棋顶 黑棋单退 白棋再压 黑棋一扳 白棋左下角三颗子 现在需要继续突围 白棋肩顶 黑棋现在上方一段 追究白棋骑形的保卫 白棋要是现在切断的话 那黑棋在三路小肩补断 白棋往脚上一扳 黑棋上方一长 也是个先手 因为马上就要把白棋这两颗子 针子针掉 所以说白棋要跳一个 补棋 黑棋继续往中央靠压 这样的话白棋下方还要继续补棋 左边白棋大龙也没有出头 非常危险 并且黑棋左下角再补一手也可以活棋 这样下白棋也很麻烦 实战白棋外扳 然后黑棋一长 白棋往脚上扳断 黑棋一拐 白棋继续补棋 白棋要是现在脚上打吃的话 黑棋还是往上一长 白棋大龙 现在必须要去安定 黑棋一拐 白棋一顶 黑棋继续点刺 但是白棋下方三颗子 如果不走的话 还是有一个针子 所以说白棋要跳一个 补棋 黑棋打吃先手 白棋顶 黑棋上方再一贴 也是个先手 白棋上方补棋 那黑棋就把白棋左边大龙全部封锁 这样下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实战白棋还是先虎一个 黑棋脚上一段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提 然后黑棋二路斑斩长期 局部对杀 白棋肯定气不够 白棋只有寻求外侧的发展 所以说虎一个 黑棋实战是双了一个 下得非常稳健 如果说黑棋要是单长的话 将会更加凶狠 白棋下方一般是一个先手 因为马上打吃完之后 上方再一冲 黑棋气不够 但是黑棋可以挖完之后 继续补断 因为白棋不能打 打的话 黑棋断打完之后 有一个滚打包收 所以说白棋只能在上方继续突围 这样下还是白棋比较累 因为黑棋周围已经非常厚 只是白棋单方面逃跑 实战黑棋双一个 然后白棋下方补棋 黑棋再往中央一靠 这个也是白棋棋型的弱点 这个时候 AI认为白棋还是应该脱先 往上方并一个补棋 黑棋再往中央一长 白棋就把这两颗子看清 直接逃跑大龙 现在 能把大龙突围 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黑棋上方这块也不活 所以说白棋还有一些借用 实战白棋单长 然后黑棋长 白棋还是继续补棋 黑棋往左边封锁 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局面就非常被动了 白棋只能继续突围 再往中央一跳 黑棋挡住 白棋往上方一碰 继续腾罗 黑棋一顶 把自己的棋型走后 白棋上方冲完之后 尖刺先手 黑棋一沾 白棋再往外一长 黑棋打吃 白棋往外侧一跳 黑棋上方一飞 因为右上 左上角还有一些搜刮 所以说白棋要是二路 小尖补一手的话 那黑棋往前大跳 本身这手棋上方就带有一些木属 而且白棋左侧大龙 还是不活 白棋要是在左边碰一手 那黑棋单长 白棋沾上 黑棋再往中央大飞 白棋还需要继续逃跑 实战白棋往上一飞 想给黑棋施压 黑棋连回 白棋直接跨断 但是黑棋二路利是先手 脚上还有一个冲断 白棋还要继续补齐 黑棋小尖 因为上方骑筋也需要连回 但是明显白棋大龙的联络 也出现问题 黑棋实战 冲完之后再一拐 白棋挡住 黑棋断打 白棋站上 黑棋再一打持 白棋再一长 黑棋上方一打 长气 然后一路扳 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挡 挡的话 以后脚上还有些问题 白棋单猴 然后黑棋再往中央一贴 下到这儿 明显是白棋更加危险 虽然说 左边大龙对杀 黑棋弃紧 但是白棋外侧包围圈 已经出现问题 中央两颗子需要继续出头 上方这一串白棋 也容易被包围 所以说现在 白棋已经陷入到南局之中 好 那其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下一节视频 继续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顾紫豪对战文明中 在8月11号的往期赛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 白棋左边大龙被切断之后 也把黑棋大龙切断 但是白棋外侧包围圈 现在已经出现问题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往上一贴 白棋现在不能扳头 不然的话 黑棋往下跳夹 白棋这两颗棋筋 是无法突围的 白棋冲断 黑棋一拐 白棋再一冲 黑棋一长 当白棋再一冲的时候 黑棋要注意 不能团住 团的话 被白棋往右侧 先手打持 再一打 黑棋站上 举步形成一个针子 很明显 黑棋阵子不利 所以说当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单长 白棋也是毫无办法 这五颗棋筋 还是要被切断 实战 白棋小肩出头 黑棋往外一长 白棋局部 还是不能脱先 要是白棋先跑上方 这块棋的话 黑棋往中央一招 白棋还是要被封锁 所以说实战 白棋跳出 黑棋往上飞锋 白棋小肩 现在黑棋不能挡住 要是挡住的话 白棋往外一靠 又可以出头 又可以长气 那黑棋左侧大龙 就非常危险 所以说实战 黑棋小肩封锁 白棋往下一冲 黑棋二路斑沾 长气 白棋要是现在沾上的话 黑棋先手一挤 然后二路夹 白棋也不行 但是上方 这个味道不太好 白棋以后有非常多的借用 实战 白棋往中央一尝 这一手棋是想通过气子 然后把黑棋中央这一块 直接切断 AI这个时候 建议黑棋脱先 直接在上方补棋 这样的话 上方这一块空 就算是围牢了 白棋中央补一手 黑棋中央这一块 虽然说会全部阵亡 但是黑棋能够抢到一个先手 比方说在右下方挂脚 还是黑棋解明优势的一个局面 左下方也没有棋 白棋要是沾上的话 黑棋二路夹收棋 白棋一路立 黑棋往一路一跳 白棋再一冲 黑棋单沾 白棋还是气不够 实战 黑棋下得非常凶狠 往中央点刺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左侧挖沾 白棋再一沾 黑棋再一挖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断 断的话 黑棋打吃完之后再一打 再一断 直接一气闷 所以说白棋实战 往左侧一冲 黑棋二路斑 白棋再一打 黑棋先手打吃 白棋再一提 这样的话 白棋左侧大龙 已经补活 但是又被黑棋 抢到一个先手 黑棋在上方继续补齐 现在这个局势 对于白棋来说 已经更加困难 白棋要是 现在往上方一沾 局部肯定没有齐 只是说脚上 稍微还有一些味道 实战 白棋 小飞手脚 然后黑棋先冲 要是白棋跟着贴的话 那黑棋就往前一长 然后再贴下去 白棋一扳 黑棋反扳 白棋中央这一块 很有可能被切断 而且黑棋右侧的模样 也撑出来了 显然这样下 白棋也不行 实战 白棋反夹一手 然后黑棋 切断 白棋再一冲 黑棋小尖出头 黑棋一般来说 都是往前长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被白棋往上一跳 黑棋自身的联络 可能还会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说黑棋小尖 白棋挤 然后黑棋二路扳 黑棋要是往前长的话 白棋跟着贴 然后黑棋扳头 白棋反扳 黑棋再一沾 白棋长 黑棋 再往左侧联络 这样下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白棋中央这一块 还是要被切断 全盘的目数 仍然是黑棋领先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 黑棋二路扳 然后白棋 直接切断 白棋要是反扳的话 黑棋沾上也是个先手 白棋要是现在切断 那黑棋断打完之后 脚上再断打 局部可以做活 白棋如果沾上 那黑棋一虎不断 白棋扳头 黑棋反扳 白棋再连扳 黑棋一尝 白棋跟着贴 黑棋在下方断打 也可以局部活棋 而且白棋中央这一块 也没有安定 这样下白棋也不太好 实战白棋一断 然后黑棋二路虎 白棋如果说要挡下来的话 黑棋断打完之后 再往脚上一靠 这个是白棋棋型的弱点 黑棋也可以掏脚活棋 实战 白棋往脚上一双 黑棋在二路爬活 黑棋这样的下法也非常简明 然后往脚上一拖 白棋一扳 黑棋一站 白棋往外侧一长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可以走得更拼一些 比方说往中央尖刺 黑棋一站 然后白棋在一起 黑棋上方小尖 白棋封锁 这样的话 白棋在下方就省了一手棋 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白棋补棋 这样的话 黑棋中央又有一些先手权力 白棋一扳 然后黑棋一站 黑棋不能断 断的话白棋中央断打先手 再往下一打持 黑棋就被吃通了 所以说黑棋要沾上 白棋一扳 黑棋一断 白棋再一贴 以后黑棋这手提 随时是一个先手权力 实战黑棋往脚上一夹 然后白棋一沾 黑棋往中央一飞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还可以下得更加简明 比方说中央先手一提 白棋挡住 黑棋再往右上脚一跳 这样的话 右上方 白棋就没有什么手段了 实战 黑棋往中央一飞 继续破空 白棋往脚上一碰 然后黑棋一长 白棋二路扳 黑棋挡住 白棋再拐下来 黑棋打入 白棋右下方一路扳 也是个先手 黑棋再一路补活 白棋二路托 黑棋扳完之后 白棋一断 黑棋实战选择单长 也可以直接切断 白棋打吃 然后黑棋中央 先手一提 再断吃两颗子 这样的下法也非常简明 实战 黑棋往前一长 然后白棋一路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提 黑棋再一沾 白棋上方点刺先手 二路夹先手 黑棋一虎 白棋打吃完之后 一路沾 补活 黑棋往中央小尖 这个时候 白棋要是先提掉 左侧两颗子 那黑棋一团 白棋右边这一块 就要被切断 这样下白棋也不行 实战白棋打吃 黑棋往左侧一虎 白棋要是现在提掉的话 那黑棋左侧 这两颗子一跑 白棋中央这一块 还是要被切断 白棋也不行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小尖 然后黑棋右边 一路立先手 白棋补活 黑棋再一沾 走到这儿 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局部也没有棋 双方目数的差距 已经比较大了 可以说这盘棋 也是相当的精彩 在左边这一块 孤子豪 想要把这块白棋安定 但是走的有些重 白棋还是应该 应对的比较清零一些 然后在下方 黑棋想要倒扑 吃掉两颗白子 白棋还是应该 把这两颗子看清 然后优先跑出 左侧的大龙 因为黑棋左上角 这一块也没有安定 这个时候 白棋还是有 非常多的机会 但是在后来 白棋左下角 以及上方这一块 全部阵亡之后 白棋全盘的目数 已经不太够了 后来白棋想在右下方 扩张模样 但是黑棋也是 选择了最为解明的方法 在二路做活 这个时候白棋 已经没有翻盘机会 好 那这局棋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